说古人八卦解汉字典故 今天说人解字 要来说一个很八卦的曹雪芹 曹雪芹原名曹瞻 字梦软 好雪芹 芹熹 曹雪芹是清朝的诗人 小说家 画家 当然也是《红楼梦》的作者 所以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觉得呢 看起来像女的 那好吧 曹雪芹出身父户 曹家从他的曾祖父 祖父到父亲 淑妇三代都由康熙皇帝亲典 担任江宁之造 共六十五年 专门负责御用和官用的断匹之造 同时也作为皇帝的耳目 上则报告各地的政治活动 曹家和皇室关系紧密 曾祖父曹雪的济世 是康熙幼年时候的保姆 祖父曹寅的长女又嫁入皇室 因此康熙五次南巡 有四次都住在曹家 荣华富贵是可见一斑 他曾祖父的话一定很多 你怎么知道 你不是说他才是吗 曹雪芹自幼身处如此优渥的百年望族 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 祖父曹寅是著名的藏书家 同时也作诗 填词 写剧本 曹雪芹耳濡目染 很早便显现出他的才华 写作也擅长画画 他年轻的时候 过着恃久不羁的生活 是个锦衣玉食的顽固子弟 然而曹家其实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到了曹雪芹的副职辈管家的时候 奢侈的生活和排场 造成的巨大亏空 已经是难以填平 入不敷出 雍正积位后不久 曹家就因为范氏被抄家 家道衰落 当初的荣井不富 此后曹雪芹的生活是大不如前 生活窘困 靠着教书换取收入 晚年搬到北京西郊的一个小山村 贫困潦倒 瓦躁绳床 喝酒还时常奢账 等到卖了画再还钱 如此处境之下 他把难以忘怀的幼年生活 化作了写作素材 成为《红楼梦》的重要基础 然而《红楼梦》还没有完成 曹雪芹便因为爱子夭折 悲伤过度 四十八岁就病逝了 《红楼梦》以大富大贵的贾家 作为故事的背景 写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 更描绘贾家的生活景况 人情世故 以及一个大家族的没落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 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写 后四十回是高厄续写的 《红楼梦》第四十四回 写乡村寡妇刘姥姥依靠女婿王狗儿度日 王狗儿因为生活穷困 借着亲戚关系让刘姥姥进贾府求助 刘姥姥见到贾母得到喜爱 就随着贾母呢 意犹大官员 众人都把刘姥姥当作是 陪伴主人倾谈取乐的人 太太小姐们在言语上消遣刘姥姥 从中也得到乐趣 刘姥姥虽是村妇 却熟悉人情世故 也故意做出一些笨拙动作 说些笔俗的村话 讨众人开心 博取贾母的好感 以得到金钱的援助啊 这一段不但显露了贾府的奢侈 也深刻描绘社会阶级 还有其中人物的事故 刘姥姥进大官员 就后来成为了谚语 比喻俗人对一切都感觉到新奇 或用来取笑别人 没见过世面 我两个字就可以取笑别人啊 哪两个字啊 刷膏啊 为什么 我路上都是这样子笑人的啊 都叫人猴子啊 没错 好嘛 《红楼梦》第十六回 王熙凤向贾连诉说贾弗里管家奶奶难缠 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 哪一位是好缠的 错一点 他们就笑话打趣 偏一点 他们就指桑说怀的抱怨 坐山观虎斗 借鉴杀人 引风吹火 站干尾 推倒油瓶不服 都是全挂子的武艺 指桑骂怀 就指着桑树骂怀树 比喻拐弯抹角的骂人 在《红楼梦》里写作 指桑说怀 因为王熙凤是主人家 下人要偷偷地抱怨他 也只好指着桑树骂怀树了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 具有高度文学艺术价值 书中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推敲的谜团 于是自成了一门学问 《红楼梦》 说人解字 我们下次再说 《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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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